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借用哈姆雷特的经典台词 默然忍受命运的暴虐的毒箭 或是挺身反抗人士的无牙的苦难 在奋斗中扫清那一切 这两种行为哪一种更高贵 当然对于苏秦来说 他并不在意哪一种更高贵 只会在意哪一种更实际 在这种局面下 实际的选项通常只有两个 要么勇敢认输 赶紧改行更张 浪子回头 要么实在割手不下 沉默成本 索性一条道走到黑 撞了南墙也不回头 后一种选择 在旁人看来特别不明智 会说这个人钻了牛角尖 听不进任何意见 但小概率事件毕竟存在 也许南墙真的就被撞开了 撞开之后就是一片风光济月 苏秦那脆弱的自尊心 抵挡不住家人的奚落 又羞又愧之下 他把自己啊 关在房间里和外界彻底隔绝 然后搬出来自己的全部藏书 通读了一遍 这倒不能说明苏秦多么刻苦 因为那时候的书籍很少 而且写在竹简上 就算是一车书 其实呢 也没有多少内容 但这个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如果以上记载属实的话 那么苏秦在他生活的时代里 已经是个相当博学的人了 苏秦并不需要和今天的我们拼读书 只需要和同时代的人来拼 那么问题来了 博学有什么用 苏秦陷入了深刻的反思 我既然走上这条路了 书也看得真不少了 但如果换不来荣华富贵的话 书读的再多 又有什么意义呢 这话在今天看来呢 一点都不奇怪 绝大多数人读书学习 都是为了掌握一些技能 毕业以后啊 能顺利找到一个和专业对口的工作 但是专业对口这个概念 是一个很典型的平民社会的概念 只要存了这个意识 那么哪怕读的是计算机 金融经济管理这些热门的 最有机会出人头地的专业 在儒家所推崇的贵族传统来看 这也和种菜养猪 没有什么区别 无非是学了一门手艺而已 学手艺倒没有什么不应该 孔子都还要教人驾车射箭算算数 这些手艺呢 但学成手艺人就不应该了 这就违背了君子不弃的原则 一名真正的君子 可以见无虚发 但不能做职业运动员 可以精通历史 但不能做历史学家 可以通晓编程 但不能做软件工程师 除了不能把自己搞成 某个领域里的专家之外 更不能把荣华富贵 当成学习的目标 而只能让荣华富贵 成为学业有成的副产品 相形之下 苏秦的读书态度 暴露出赤裸裸的功利主义嘴脸 也难怪 自治通鉴把这段内容 删得干干净净 但问题是 进入科举时代以后 无数读书人之所以忍得下 十年寒窗苦 心态其实完全和苏秦一样 所以苏秦的反思 其实等于替大家挑明了一句 很少人好意思 去挑明的心理话 苏秦在反思之后 忽然发现了自己的问题所在 读书贵金不贵多 与其博览群书 不如把一部书读透 于是苏秦给自己选出了一部 经读对象 叫做音符 阴阳的音 符号的符 所谓把书读透 不同的人呢 有不同的方法 我带你读透 自治通鉴 要旁征博音很多书 用到原书的几十倍篇幅 各种硬功夫 傻力气都花在 自治通鉴原书之外 而苏秦的读法 是把其他所有的书都锁起来 只留下一部书 反复阅读 不断的咱们其中的滋味 如果从求真 治学的角度来看 苏秦这种读书方法 很不可取 但苏秦啊 无所谓 他既不想求真 也不想治学 只想从书里得到荣华富贵 苏秦选的这部书 叫做音符 但史记说的是周书音符 战国策说的是 太公音符之谋 这两种说法里 虽然都有音符两个字 但说的并不是同一部书 所谓太公音符之谋 应该是指兵书六套当中的一篇 题目叫做音符 前面讲过 六套的内容是 假托江太公和周文王的问答 阐述用兵和管理的谋略 其中有一篇叫做音符 内容是这样的 周武王询问信息传递的方法 江太公给出了一个密码方案 军主把音符 也就是包含了密码的兵符 交给主将 音符一共有八种 约定好 用不同的长度 表达不同的含义 如果军主收到了一尺长的音符 就知道前线打了大胜仗 全歼敌军 如果收到的是五寸长的音符 就知道前线告起 申请增粮增兵 这样的交流方式 就算信使被敌军抓获 敌军啊 也看不懂音符的含义 不但敌军看不懂 就连信使本人也看不懂 其实就算叛变 情报呢 也不会泄露 八种音符 可以传递八种主要信息 问题显然 并不会到此结束 因为音符有一个严重缺陷 那就是不能够传递复杂信息 如果情况复杂 又该怎么办呢 所以在六涛的章节里 音符之后还有一篇音书 不管是音符还是音书 总之呢 都是教人玩音的 苏勤后来的职业生涯 确实是充满阴谋诡计的一生 所以在那早年的学术道路上 无论是拜师鬼谷先生 还是经读音符 也许是苏勤自身其数的伎俩 也许是后人凭着想象 给他贴上的标签 认为他的学问 都是音谋家的不传之谜 六涛里的音符篇 总共只有百十个字 讲的呢 还全是军事信息的传递技术 所以史记版本里的周书音符 也许才更靠谱一些 这部书 后人称为音符经 文字简练的相当过分 只有三四百字 而且从来没人读得懂 读不懂 不是因为内容深刻 而是因为语言不详 不幸当中的万幸士 全书开门见山 用十个字给出了中心思想 观天之道 知天之行 尽义 意思是说啊 仔细观察大自然的运作方式 大自然怎么做 我们呢 就这么做 我想 现在你心里应该 浮现出四个字 老生常谈 没错 这不就是道家哲学的老生常谈吗 但问题是 怎么理解这个老生常谈 存在着千万种途径 现代经济学的奥地利学派是我们最熟悉的道法自然主义者 自由市场 自由竞争 除此无他 原有亚当斯密 近有哈耶克都在这条路上大声疾呼 社会达尔文主义也是一个方向 物竞天择 适者生存 弱者天生就该淘汰 强者通吃 才是天理 但《阴符经》到底讲的是哪条路径呢 严格来说 并不存在标准答案 历朝历代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和立场给这部书作著 有讲政治的 有讲兵法的 有讲人生的 有讲养生的 都能言之成理 最流行的著本是唐朝人李全的《皇帝阴符经》著 这部书一来把《阴符经》的作者认定为皇帝 阎皇子孙的那位皇帝 二来呢从道家立场解读出了这部书里的复国强兵之法 以至于到了1963年 史学名家任济瑜发表了一篇重要论文 李全的唯物主义观点和军事辩证法思想 不需要我做什么解释 你只要看看标题就能理解的八九不离十了 只是在李全本人的说法里 他的这部《阴符经》来的神户其神 所以到了《无神论精神大章》的宋朝 黄廷坚和朱熹都认为 《阴符经》的真正作者就是李全 李全之所以编造了这部书的来历 又亲手做了注释 只是为了欺骗世人而已 如果这个说法真的成立 那就意味着苏秦认真攻读的所谓《阴符经》 和我们今天看到的《阴符经》 不可能是同一部书 那么苏秦潜心钻研的到底是哪一部书呢 这部书又到底有没有用呢 或者可以换一种问法 当时有没有可能真的存在某一部书 一旦滚瓜烂熟之后 荣华富贵 就唾手可得呢